你也得拿着把这个小瓶小瓶 你弯了 你看说我的是不是人家 啊 我做饭很难吃吗 不难吃我至少我不嫌弃 但是肥牛都看不下去的 你也得拿刮碰扯 就是了 把碰扯 天天就得到吃 那怎么办 走跟我跑步走 今天舅妈真的是说了句实话 你看看别的怨妇 人家回来就是带在家里套 你再看看我媳妇 天天不是做饭就是做饭 你们见过这样的没 还能让舅妈尝尝你的手艺 新切的西瓜 这个绝对满意哦 因为这两天家里农忙嘛 我爸下地又不方便 然后小花要带肥牛照顾外婆嘛 所以就想着能做点饭 给他们吃点现成的 结果还被嫌弃了 哈哈哈哈 我都不想发理这些人 真的是 来小小气吃点西瓜 谢谢 小小气哦 舅妈他们已经下地收麦子去了 我在家给他们做个水煮肉 老下饭了 先把所有材料准备一下 好吧菜 还有豆芽 豆芽 今天呢 这还没干活就开始溜裤子的 啥时候能戒掉啊 还有这个猪肉也给它清洗一下 15块钱一斤啊 赶紧过来洗菜来 把这个豆芽皮给挑出来 我发现我们家粉牛现在越来越能干了 牛不知道便宜谁呢 反正不会便宜咱俩 把肉切薄一点啊 我们家媳妇真的太不长记性了 前两天刚吃完辣跑到夜厕所 真的是记吃不记打呀 是不是怨妇口味都这么重啊 这个是你鸡肉吗 是你妹 你咋骂人呐 哈哈哈哈 我鼓子切的 哈哈哈 简线上面的肯定是个屠夫啊 再把这个配菜切一下 今天的重头戏来了 买了半斤小米辣 这个小米辣20块钱一斤 就看这样子也不值啊 洗干净点哦 这个东西老贵的 先把这个肉给腌一下 来点盐 再撑点鸡尖 再来50克生粉 好好好 凉过的啊50克啊 啊 再打个鸡蛋配啊 哎鸡蛋不 重新打啊 不要鸡蛋黄着 哎夹进去吧 鸡蛋黄好吃 很大大啊 哈哈哈哈哈 这样不更好吃吗 人家水煮肉 只要鸡蛋清 不要鸡蛋黄啊 那咱们就创新一下 加个鸡蛋黄 虫你没虫 再给他搅一下 小米辣给他切一下 那我哪里 看着这东西屁股疼 哈哈哈 你也太狠了吧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晚上他又得上厕所了 我就搞不懂了 这不吃辣男咋的呀 心里痒痒啊 所有配菜都已经搞定了 现在可以开烧了 先把我们的那个什么 底料给烧一下 这孩子现在干好都不用焦了 乖乖 黑咯 牛伞 你这个年咋不起呢 这么小就开始长糊子了 这油好黑啊 先把配菜炒一下 来点盐 今天你们应该相信我媳妇是个专业的家庭主妇了吧 今天的手法还是挺专业的 知道把底菜给炒一下 现在煮那个底料少放一点油 够了 再放点火锅底料 再加点水 你真烧汤了吧 弟弟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笑 我喜欢忽悠老太太的 有点我 我都能 那晚上能吃啊 你喜不喜欢吃辣 辣椒 你吃不吃 我提醒过大佬 这老太太刚睡醒可能还有点迷糊的 这人啊 妈 晚上你怎么喝我都喝 哎哟哟哟 哑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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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甜咸 可能有很多朋友要问呢 你喜欢这么大肚子 你还让他做饭 我实话跟你们讲 我喜欢喜欢吃的这些东西啊 我一个都不会 如果想满足我媳妇对于菜的追求啊 我必须考一级熟食症 哎不吃肉了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直接被我媳妇的菜吓好了 哈哈哈 舅妈吃完麦她终于回来了 这孩子可能知道自己不能吃了 直接睡着了 再整个素菜 准备吃饭 哈哈哈 已经还把布布放了 他来咯 看 那好了 我媳妇问你们看见这个东西有没有食欲 冰镇啤酒啊 那烤土的哈 你为什么不能把衣服穿上了呀 热 还有啊 女人不能上桌吃饭听见没 这是我们这的规矩 这是我家 哈哈哈 我家 舅妈给她弄的鸡蛋饼 啊 吃饭 先想让我媳妇做的 哈哈哈 嗯 都说辣 哈哈哈 老弟奔 哈哈哈 放了半斤辣椒 哈哈哈 爽吗 嗯 我到底吃不吃呢 你不吃回家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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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苏北特色大潮牌 我还舒服 辣的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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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太辣了 看见没有 只有我舅舅给我这个脸 哦 管 你看他后面汗 哈哈哈 辣了衣服都脱了 这孩子还在处理着呢 你俩穿了我啊 我穿洗花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天呢 哈哈哈 我们刚到家就接到舅妈的电话 说一家人呢 应该吃了我媳妇做了饭 都给她抢厕所呢 还有外婆也跟她拉肚子呢 也就弟弟一个人没事 还有我也没事 因为我们俩吃了都比较少 这孩子从头受到尾也没事 他那里有啥想法呢 你把人家一家的都弄拉肚子呢 没有想法 那你明天去不给别人一个交代啊 不去了 哈哈哈 这孩子醒了 可能是因为他妈妈吃西瓜了 哈哈哈 那那是不是西瓜 又睡了 嗯